有石墨 开始了 监造记者 秦女士便拿出了已经被砸碎的 不能再使用的小石墨 因为我一直信任这个是从那种小山村运出来的 然后就说他们做的话 应该是真或应该是石头 所以我就买的 不然我也不买的 三天前 秦女士在南宁交易场门口 看见有流动摊饭在卖石墨 秦女士花了60块钱 买了一副石墨和一个冲钢 打算拿回家 莫米糊给自己9个月的宝宝来吃 买回来以后 家里面的人说 这个不是石头 根本就是石头跟水米粪合作的 听家里人这样一说 秦女士急了 赶紧去退货 但是她说 这个绝对是石头 不然你砸碎就看 为了弄清楚磨盘究竟是不是石头的 秦女士当场砸碎了石墨 我这么轻轻一敲 就这么断力了 很脆 有把石头它没有那么脆的 记者把石墨的碎片拿给一位爱好收藏骑士的市民查看 辨认材质 这个稍白一点呢 这个是大理石之地的 这一类呢就是手感偏轻 这是沙也也是椰石类 秦女士还想知道 用石墨摸出的食物吃进体内 会不会对人体会不会对人体产生影响 曹先生表示 从原始社会开始 人类就用石器来当拈墨器 而且一般是就地取材 这两种 这两种 也就是拿来摸食物都没有什么害处 比如说摸米糊 摸米酱 摸辣椒面 这个都对人身体没有什么害处 没有害处呢 大家就放心了 这都是前段时间 什么三菱情案 什么送化剧 害得大家对所有入口的东西 还都有一些担心了 那所以说呢 还是搞清楚比较好 好来看看今天的帮的